新闻的一开始先来关心卫生部部长凯里 今天下午5点半所召开的特别记者会内容 凯里宣布我国计划从下个月开始 先为民众施打第三针新冠疫苗 至于加强针则需要再做考虑 他解释了新冠疫苗第三针和加强针的区别 第三针的意思就是部分群体在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后 抗体依旧是不足必须施打第三针来确保有足够的免疫力 而加强针的意思则是在一段时间后体内的抗体已经下降 所以施打加强剂来补充体内抗体 此外凯里也宣布缩短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间隔 从原本的9个星期缩短到6个星期 与此同时凯里也提醒在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下 政府只允许在私立高等学府求学的学生 辍学生或在家自学的学生免预约接种疫苗 所有在即的中学生务必要等到接种预约后才衣食复约 凯里强调这是为了让接种计划井然有序的进行 保证疫苗供应量充足避免接种中心人满为患 部长也严厉警告所有疫苗接种中心 务必按照卫生部的指令执行任务 不应该有双重标准让民众混淆